接下来这位嘉宾杨幂 跟我一样 是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板 同时呢 父亲也是一名人民警察 因为我爸 从小给我造成了这个 很不好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警察可能 确实是就凶了一点 教育孩子就是 对吧 杨幂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 咱们给你掌声欢迎 嗨 大家好 我是杨幂 我今天来呢 是因为我爸 人称小林哥 也是一名老警察 跟李战他爸一样 但我觉得他爸打他 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 我不是警察 也不是他爸 我都想打他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战 我爸呢 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 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 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流下一滴悔恨的眼泪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不要接 审讯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爸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剪几年啊 我 时尚圈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 手铐丸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 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 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 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 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 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 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我说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 只要看他一眼 都很难忘记 迪丽热巴 他上次录完节目 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 每次都会被笑醒 我爸呢 因为是警察 反诈意识特别强 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你跟他借三万 他就给你五千 不用还了 也不伤感情 后来有些人知道了 明明只想借五千 会假装要借三万 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都说 北京有个大善人 小林哥 为人特别热心 上次就想跟他 借二十块钱打车 上来给我五千 我呢 就受我爸的影响 我的反诈意识 也特别强 两年前 我收到一条短信 说 杨幂 涉嫌金融贷款诈骗 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 否则将在机场 高铁站 对我实施 管制 拘捕 这一看就是骗子呀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 所以呀 我一边赶飞机 一边就心想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来抓我呀 我宁可被拘捕 也不能被诈骗 结果后来这件事 是真的 是我的网银被盗了 有人办了两千块钱的 小额贷款 你说给我冤的两千 我 我至于吗 我至于诈骗吗 我跟我爸借就行了 我跟我爸爸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有的时候 我并不想谈 但他实在太专业了 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爸爸 这么多年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 我也衷心希望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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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